看到救護車 現場人員緊急指引傷者位置 因為情況相當危急 不光是撞到頭這麼簡單 救護人員趕到現場 男子已經倒臥血破中 移動也不動了 傷勢也很嚴重 趕緊抬上單架送醫 事件發生在嘉義民雄 屋主找了回收業者 要將三層樓高的割舍拆除 作為倉庫使用 結果無姓工人疑似便宜行事 把木樁直接往地面扔 當下又喊了六聲 說要丟東西了 請大家離開 但沒想到71歲的屋主 又走了出來 結果就被15公斤的木樁 砸到頭部送醫不治 有向下喊六聲 說那個木樁要往下 他覺得要請人移開 結果不曉得為什麼這個死者 原本已經在割舍底下 然後又走出來 然後很不幸意 意外就擊中他的頭部 當場就失去神秘跡象 砸中屋主的就是這塊大木樁 有10公尺長 重達15公斤 從三層樓高約10公尺的位置拋下 重力加速度直接往頭部砸 他根本承受不住 現在工人被依過失致死來送辦 而割舍也停止拆除 要釐清相關責任歸屬 TVS新聞紀健亨加以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